没想到这帮记者动作这么快 其实也没什么大事 投资方老板是我的粉丝 很想在私底下跟我多接触一下 结果被我拒绝了 闹得很不愉快 不过 你相信我 我一定会把它处理好的 你不是一直想进军国际影坛吗 这个角色你也终于很久 这样放弃不觉得可惜吗 也许这些麻烦 跟一个人睡一晚就都会解决 而且 如果睡了的话 你也不会知道 不过对于我张曼迪来说 今时今日最重要的人 是你 如果我这么做了 怎么面对你呢 这件事情交给我来处理 谢谢你中猛 妈 快点儿 童童 童童 来 妈妈跟你说 妈妈真的不上去了 可以吗 不好吗 妈妈 上次我们亲子日活 都玩得多开心呀 走吧 妈妈 童童 爸爸会很忙的 童童 爸爸会很忙的 不会呀 他说只要一见到我就会开心 童童 咱俩说好了 来 如果爸爸很忙呢 那就让妈妈带你去吃饭 好不好 好 嗯 好了 好 曼迪姐姐 吴小姐 爸爸 你怎么回来了 我好想你啊 是吧 童童非要吵着找你玩 不好意思啊 打扰了 童童走了 妈妈带你去吃饭 不 妈妈妈 我要妈妈和爸爸 还有曼迪姐姐一起玩 童童 我和仲谋正好要出去吃饭 吴小姐 你也一起吧 不用不用 我一会儿还要工作 童童 我们回家吧 不好 好 你撒谎 你明明说你今天工作都做完了 我想跟爸爸妈妈 还有曼迪姐姐一起玩 童童 来都来了 一起去吃饭吧 太好了 太好了 童童 不要放太多 很甜的 好 谢谢啊 谢谢啊 拿好 听童童说 你平时对她很照顾 还给她买了很多礼物 真的非常感谢 不要这么说 童童很可爱 我也很喜欢她 再说 我是入谋的女朋友 照顾她我也是应该的 虽然我没有生过孩子 不过在我心目中 童童跟我轻生的一样 谢谢 一开始 童童也特别担心 我跟童童 能不能相处得好 不过 童童很喜欢我 就在前几天 童童不睡觉 童童真聪明 非要吵着去找你 一会儿就烤熟了 结果童童一点办法都没有 就叫我过去哄她 没想到 她还挺听我话的 不吵了不闹了 乖乖地上床睡觉 吴小姐 你说这是不是一种缘分哪 童童这么小就要离开你 我是众谋的女人 我一定会尽心尽力照顾好她的 吴小姐 你放心 谢谢 没想到这帮记者动作这么快 其实也没什么大事 投资方老板是我的粉丝 很想在私底下跟我多接触一下 结果被我拒绝了 闹得很不愉快 不过 你相信我 我一定会把它处理好的 你不是一直想进军国际影坛吗 这个角色你也终于很久 这样放弃不觉得可惜吗 也许这些麻烦跟一个人睡一晚 就都会解决 而且 如果睡了的话 你也不会知道 不过对于我张曼迪来说 今时今日 最重要的人 是你 如果我这么做了 怎么面对你呢 这件事情交给我来处理 这件事情交给我来处理 谢谢你 中萌 来 妈 快点 彤彤 彤彤来 妈妈跟你说 妈妈真的不上去了 可以吗 不好吗 妈妈 上次我们亲子日活 对我玩得多开心呀 走吧 妈妈 彤彤 爸爸会很忙的 不会呀 他说只要一见到我就很开心 彤彤 咱俩说好了 如果爸爸很忙呢 那就让妈妈带你去吃饭 好不好 好 好 好了 曼迪姐姐 吴小姐 爸爸 你怎么回来了 我好想你啊 是吧 彤彤 非要吵着找你玩 不好意思啊 打扰了 彤彤走了 妈妈带你去吃饭 不 妈妈妈 我要妈妈和爸爸 还有曼迪姐姐一起玩 彤彤 我和仲谋正好要出去吃饭 彤彤彤 吴小姐 你也一起吧 不用 不用 我一会儿还要工作 彤彤 我们回家吧 不好 你撒谎 你明明说你今天工作都做完了 彤彤彤 我想跟爸爸妈妈 还有曼迪姐姐一起玩 彤彤 来都来了 一起去吃饭吧 太好了 太好了 彤彤 不要放太多 很甜的 谢谢啊 这样 拿好 听彤彤说 你平时对她很照顾 彤彤 还给她买了很多礼物 真的非常感谢 不要这么说 彤彤很可爱 我也很喜欢她 再说 我是仲谋的女朋友 照顾她 我也是应该的 虽然我没有生过孩子 不过在我心目中 彤彤跟我轻生的一样 谢谢 一开始 仲谋也特别担心 我跟彤彤 能不能相处得好 不过 彤彤很喜欢我 就在前几天 彤彤不睡觉 彤彤真聪明 非要吵着去找你 一会儿就烤熟了 结果仲谋 一点办法都没有 就叫我过去哄她 没想到 她还挺听我话的 不吵了 不闹了 乖乖地上床睡觉 吴小姐 你说这是不是 一种缘分哪 彤彤这么小就要离开你 我是仲谋的女人 我一定会尽心尽力 照顾好她的 吴小姐 你放心 谢谢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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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